先來看一下到此刻為止 奧運的成績 好緊張 以金牌數來講 美國跟中國大陸拉平囉 目前都是二十一面 總獎金來說 總獎牌來說 亮哥早就預言了嘛 今年遊戲規則改了 一定是美國獎牌最多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美國獎牌數 金牌銀牌 銅牌遙遙領先 七十九面 中國總獎牌是五十三面 第三名是地主對法國四十八面 那金牌數來講 美國二十一面 中國二十一面 法國十三面 這是到此刻為止 最新的獎牌數 我們先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我們就先來看細節的部分 細節你來看 第一個 外媒不是質疑 潘展樂 服用興奮劑嗎 這個游泳這個項目 過去大概都是西方人的天下 不過現在中國隊要反超了 看起來西方很不能容忍 所以這次呢 中國隊不斷地被要解 那張宇菲被問到這題的時候 就很生氣 他說為什麼我們中國運動員 游得快就要被質疑 那請問 菲爾普斯就是那個飛魚嗎 菲爾普斯等等 為什麼你們就不去質疑他呢 沒想到過了兩天之後 菲爾普斯在接受 在這個講評的時候回擊 他說 你看他講的怎麼 好嗆喔 我們美國游泳隊最乾淨的 假如我們願意的話 你們連一塊獎牌都拿不到 什麼意思 言下之意是美國隊有讓嗎 有讓所以中國隊才拿得到獎牌嗎 美國游泳隊最乾淨嗎 是這樣嗎 當然這個下面有很多網友非常憤怒啊 就把這個菲爾普斯這個講話時候 他的那個講評的畫面找出來 對照他在當選手的時候就說天啊 才過幾年他怎麼老成這樣 當然這個意有所指 你也了解大陸網友心情不太好 菲爾普斯真的很嗆 那當然這個張宇菲 大家也知道他有底氣說這個話 他獎牌數十枚啊 他是有十枚 創下了中國奧運的記錄 手上一大堆獎牌啊 今天這個大陸媒體說啊你的心理可能要超重了 獎牌太多 好美國游泳隊最乾淨嗎 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美國田徑選手啊 這個他被驗出興奮劑是陽性反應 再講一遍興奮劑陽性反應 但是給的理由是說啊 吃了受污染的肉類所引起的 結果不用競賽不用被處罰 還是照樣代表美國隊參加巴黎奧運 那今天這個大陸有個反興奮性記中心 當然一大早就針對這個事情發出了不平之名 認為美國雙重標準 今天這個新聞一大早就跳到了各媒體熱搜榜上的第一名 對趙宇之前這個中國的游泳隊受到不公平的要檢 多次要檢等等的類似騷擾 大陸網友非常的憤怒 你看到菲爾普斯說美國游泳隊最乾淨是嗎 驗出來 驗出來你可以說是吃了什麼受污染的藥類 是真的嗎 然後國際奧委會也公布了 中國游泳隊到今年要檢總共六百次 六百次我的天啊 還有一些畫面呢引發了大家的關注 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這一次美國游泳選手在比賽之後 每個人的臉都這麼紅 紅成了有人說是像紫色的紫 就叫它紫屬隊啦 不是叫美國隊喔 美國所有你看到那個畫面當中 個人的團體的都是紫屬 為什麼不去查呢 所以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大陸網友 從當然個人的揣測啊 禁藥的角度啊 科學的角度 運動的角度去解釋 為什麼臉會紅成紫色 第一個各國選手都沒有這樣紅 為什麼獨獨你美國隊紅 美國不只單人紅雙人紅 每個游泳隊的人臉都這麼紅 然後呢跟用藥有關係嗎 當然這個話題很敏感 你沒有證據嘛 沒有證據不能夠亂講 所以有人說啦 有可能是什麼臉部毛細孔啊 過度擴張啊等等 但為什麼別人沒有 只有你有 其實我跟你講大陸有一位 有一位這個 也是小有身份的一位人 他PO出了一個想法 他說會不會是 大陸在轉播比賽的時候 那個顏色調偏了 當然他講這個話之後不得了 你知道大陸網民群起為之啊 因為他是大陸人 你怎麼可以幫美國人講話呢 但是我必須講啦 科學就是科學 運動就是運動 大家要保持這個平常心來看 所以我先問一下亮哥 你怎麼看待在用藥部分 我們過去討論過嘛 第一個 美國隊的這個植鼠臉 到底怎麼回事 還有費爾普斯說 美國游泳隊最乾淨 你信嗎 我臉部會變成紫色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啊 這個費爾普斯 他現在三十九歲 他參加過五次奧運 總共拿到二十八面金牌 是歷史人物啦 那他說他參加比賽的時候 他就覺得有人用藥 可是他沒有證據 那個時候啦 然後他就主張說 一旦被驗出用藥 應該一輩子禁賽 這是他的主張啦 我是覺得潘展樂的成績 費爾普斯知道自己 游不出來啦 所以他嫉妒啦 所以他就開始認為他是用藥啦 因為他認為紀錄只有他有啦 那別人游出他游不到的成績 他就抹黑別人就是用藥啦 可是他也沒有任何證據 所以我只能夠說他老了啦 對 對 不然怎麼解釋呢 也是 因為他在體擔已經有 而且三十九歲看起來這麼老 對 顯然也是糟蹋自己的身體啊 對 這是跟他以前判若兩人啦 他只有三十九歲 所以我在懷疑他是不是有 其他不正常的習慣 我也可以這樣推論啊 他是被奧運唯一少數被批准 可以使用抗優醫藥的選手 他使用抗優醫啊 裡面有抗優醫跟抗邊堅 一般來講運動員不可以 我以為三十九歲的運動員 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啦 對 我同意 所以我就覺得他身心有一些狀況 西方人是老的比較快啦 不過三十九歲不會這樣 才三十九 而且是運動員 對 這個製作人找一下 因為今天很多網友 也把他過去年輕時候 在水裡面那個哇 小鮮肉的樣子跟現在沒幾年 你Google有啊 他在幾年前就被批准 可以使用抗優醫藥跟抗邊堅藥 這兩個你說正面來講 當然可以克服自己的弱點 可是反面來講也有很多副作用啊 對 因為這個大陸網友都出了很多數據啊 說這個美國的勇將有很多 其實有哮喘的毛病啊 但是為什麼在比賽的時候 通通沒有聽說發作過 那但是比賽結束之後 在美國你就會看到 PO出了很多視頻啊 什麼哮喘又發作啊 過敏發作啊等等 所以委員你覺得呢 那你看到啊 當然你驗出了興奮劑陽性 很多選手都會暴躯嘛 哎呀 我吃了不乾淨的水啊 不乾淨的肉啊 不乾淨的漢堡啊等等 那如果這個標準 放在中國選手的身上 可以這樣嗎 不禁賽 不處罰 還是照樣參加比賽 中國當然就不行啊 中國怎麼可以跟美國一樣的標準呢 美國有了好的待遇 中國怎麼可以有呢 這不是全世界搭公司的雙標嗎 對不對 美國雙標準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吃到 受污染的這些食品 平常心裡講 市場上各地都有 那你吃了以後 在幾個小時裡面 你身上就含有微量的興奮劑 或者其他的藥物 因為很難一下子 這個12個小時內很難排除 很難排泄掉 所以這為什麼 這個中國隊一天要被減五六次 就是都12個小時裡面的嘛 那為什麼美國不用 因為他們大概都有吃這肉類吧 所以我是講喔 我們就吃虧就這一次啦 我建議下一次的話 就應該積極去抗議 抗議啊 要求公平待遇 這次為什麼都不抗議啊 我不曉得 而且咱們中國人覺得 我們中國人的處事 也許就是這些教練領隊的想法 這個我心胸坦蕩 我不怕一半鬼來敲門 但他沒有想到 鬼一天來敲好幾次 這是他沒想到的事啊 這裡我補充一下 2009年 我們菲尔普斯被拍到他在吸大麻 然後2月5號 美國泳協對他進行三個月的競賽 那他怎麼好說的呢 大麻也是先風劑耶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麻是先風劑耶 所以啊美國隊 美國游泳隊是最乾淨的 除了大麻以外 美國人就是沒關係啦 我認為我們就是吃虧這一次 下一次就不要再這樣吃虧 讓我們的運動員 被人家這樣糟蹋 有些本來成績會表現的比較好 那個菲尔普斯奧運 是參加到2016年 他參加了五屆 他2009西大麻被抓到 2016年就已經是 十幾年前的事了嘛 八年前啦 對啦其實菲尔普斯 已經創造了他的個人輝煌 在奧運史上 有他的一夜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實在是 現在他是嫉妒啦 是不太需要啦 以他的位置來講 他講這個話 對他就待在神壇就好了嘛 對啊 對吧 好這個 但是當然啦 今天這個紫蘇聯 在大陸是全網火爆 都在探討 不過是不是因為 轉播色差的關係 或者說是 用藥嗎 還是怎樣 當然沒有證據 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 但確實是個不太 尋常的現象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Loyal Care